编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编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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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我們來看看精英團的智慧 很多人來修這個課 或是想說 海豚好聰明喔 好可愛喔 所以來修這個課 那他到底有多聰明呢 有些人說 相当于6、7岁的小孩的智慧 以前我是精臀协会理事长 那时候我说我从来没说过这个话 到底几岁其实是很难比较的 精臀跟人 人不同种族 白人、黑人、黄人到底谁比较聪明 其实天生我才必有用 光光用IQ来test 也不见得都是很公平的 那人都同样一个种 都不容易的话 何况你要跟野生动物来比 是非常难的 尤其精臀因为它住在水里 它要适应的环境跟我们非常不同 它的打猎、它的求生 它住在水里要适应的东西 视线、沟通等等都不一样 很难比 那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学者 又不愿意放弃 家里如果你养了小狗、小猫 你要怎么样去测试它的智慧呢 于是在心理学呢 叫实验心理学之父 这个Thom Dyke就发明了一种叫做 Learning Curve 学习的曲线 这边就是横轴是时间序列 就是你做实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纵轴是Latency in Time 就是说你把一只猫耳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有一个机关 它在那边转半天、转半天 突然按了一个O 门打开了 这个时间第一次花了两个小时 第二次你再把猫耳放进去 又在那边冲来冲去 东摸西摸西摸 又摸出来了 降到了一小时 第三次又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下下 做很多次之后 以后它就知道了 一进去就砰就出来了 对不对 这条曲线就叫Learning Curve 你就可以知道它学到了 那么讲到这个Learning它有几个types 从基本的基层到高层 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去修心理学 修一修这一课 以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那我们时间有限 就简单介绍两个可能你们都听过了 Classical Conditioning 古典制约 还有一个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 操作制约 顺道最高层的顿悟 Inside Learning 那么古典制约听过了吧 没听过的举手 还是有几个没听过 大家工学院的这样 马上猜到了 你们现在AI很重要 我不知道AI跟这有没有关系 Classical Conditioning 是由苏洛的专家Pavlov他学的 最有名就是放了一只狗狗 他有助理要做研究 他就是想说 我们平常说食物拿来的香喷喷的 一闻就开始流口水 对不对 这正常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这叫做正常叫做 USU就是Inconditioned 不需要制约的 你天生的有一个 S就是Stimulus 一个Signal出来 一个刺激出来 你就是R就Response 你就会流口水 OK 那现在要教你就是 每一次当一个食物 中分要吃饭了 打中开始 或者有一个闪光亮了几下 那每一次要吃饭了就闪光 下次你一看到闪光 或者是听到那个声音 你的嘴巴就开始流口水了 你的反应就出来叫做Conditional Response 这样懂了吗 这是他理论 总之很多的动物行为的训练呢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慢慢的出来的 那这一经我就不多讲 比如说训练 这有一只老鼠在这边 放了一个蓝色的管子进去 你在这管上喷了一下 这个猫的味道 本来放一个蓝色管子 这个叫做无关的一个Signal 但是你喷到这个猫的味道 老鼠就吓到就要赶快躲起来 所以以后他就抢到一个猫 所以以后你每次一放蓝管子 他就赶快躲起来了 好 接下来第二类 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 就是操作制约学习 有时候叫operative condition 你可以就是动物需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说像马克思主义 就常常用这个方式叫 人要工作才有饭吃 你就会努力一直工作 那么训练的时候 它很重要一个叫law of effect 就是一个效果的理论 就是说你有一个try 跟response之后 你的outcome会去影响你未来 会不会再做这个行为 那如果是不好的就会减少 是好的他喜欢的就会增加 所以给孩子们考试 你们考了爸爸给你奖金 或者学校给你奖状 你就这个好啊继续念对不对 然后考不好呢 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拿起鞭子来打 搓一题打一下搓两题打两下 我每次我很少搓 我一颤搓一题就看那个老师很得意的 弄鞭子特别打得重一点 然后一到一发考就 我们全班都闻到香生姜的味道 你知道吗 以前打的时候很痛 香生姜打到手上就先摸摸摸好了 然后有些男生屁股后面 那个裤子后面还垫一些报纸对不对 一打起来那声音很奇怪 老师就说你给我脱裤子 看看后面垫的东西 我们那个时代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现在都被宠子长大的 好这个就是Skinner Skinner Box 这边就这样 他设计的这有一个Skinner 这边有遮到了 看得见吗 也至少老鼠 这边有几个灯 还挺可爱的 这叫Skinner Box OK 那他要设计就是灯一亮 然后小老鼠就要开始按那个Bar 按一下按几下 旁边一个盒子 就会有东西出来吃老鼠 那可以训练到这老鼠非常精准 到底要按到一下两下十下二十下 要灯是怎么亮 他都能训练 叫马戏团的动物 各式各样表演 都是这样慢慢的训练出来的 OK 好 最后一个Inside Learning 就是动物 来 看这个图 黑猩猩在这里面 上面挂了一串香蕉 他很想吃 好 这边就是有一些箱子 怎么办呢 他怎么跳呢 有够不上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前面讲的那种训练的话 你就要先训练他 香蕉放低一点 他爬一个箱子他会吃 等下训练到第二个箱子 第三个箱慢慢上去 但是动物就说这个动物很聪明 他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突然他就灵机一动 自己把箱子叠起来爬上去了 人类很厉害这个 这叫动物 好 那么我们讲到动物的智慧 所以说那些的原则 其实在研究海豚的行为的时候 他的智力很多时候都有被利用到 假如各位以后有机会 各位同学有兴趣修进阶的研究所的课 然后在动物的智慧的时候 都可以去读到类似的paper OK 好 那么要讲到我们动物之间智慧 比较当然有硬体跟软体 像杨老师专长 对不对 这医学界的或者生理界的 他就要比较硬体 他脑子长什么样子 他的大小 他的脑回的结构 那如果我们做动物行为就喜欢知道 这个动物他的学习的能力 学习的能力是如何 那这里说脑子的大小呢 有一个是用重量比 有一个用EQ 这不是情绪伤数 这里是叫做encephalization encephalize就是脑子的意思 大脑就是脑的这个quotient 脑容积除上身体表面积 看他脑的比例 好 这个图这个表简单说一下 我们看看 左边有各种动物 人类像牛 黑猩猩 各种鲸鱼 瓶皮 海豚 虎鲸 肠虚猩 淡水豚 第二 蓝 脑的重量 你看看 人类大概1500克 我的脑重 像或者别的动物 有5000 7000 6000多 体重给你 好 那如果你认为脑子越大的就很聪明吗 那人类才1500啊 像比我们多多了 7000啊 这个什么魔像精也7000多啊 那他们比我们聪明吗 人类当然不服气 说他那么大 我那么小 好 那就发展出 说除以体重 体重用顿为单位一除之后 比重就出来了 人马上变成2.1 其他动物0.多 0.08 0.9 0.008 哎呀 这太低了 所以你就发现到人高高的在2.1 其次第二名就0.9平比海豚 看到没有 那另外一个用EQ 就我刚刚讲的EQ 就是脑容积除以身体表面积 一除人类呢 7.4 接下来的很低 第二名的又是平比海豚 所以你可以由这些看看 用比重啦 用容积啦 最后就看脑回复不复杂 之前比了三个脑袋 各位看一看 这个牛 人 平比海豚 哪一个最简单 牛最简单 对不对 所以大笨牛就这么说了 那我们再看看 人类跟平比海豚 谁比较复杂 人有比较复杂吗 没有 你输了吧 不知道你会想到 人从来我的脑袋看起来 脑回没有它复杂 但脑回没有它复杂 就比它笨吗 这也不知道 所以这块研究还没有很多的突破 人类的脑子因为心理学家 他们前仆后继 还有加上医学合作 所以现在脑子里面每一块回路 什么细胞就研作得很好 但是鲸豚的 因为讲到动物权的关系 很难把鲸豚绑在一个地方 脑子给它插一堆东西 然后去做研究 所以目前还是很多未知 只能说脑回很复杂 应该是蛮聪明 但你跟人也很难比 好 那就进入我们动物学习能力 就是它的行为 它的学习的表现 这也有好几个方向 就像是我常常说 你家狗好聪明喔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听得懂我的意思 他一回来就要坐下就坐下 不准吃饭就不准吃饭 只要握手就握手 会沟通 所以第一个会不会沟通 第二个会不会模仿 待会有很精彩的影片 各位可以看看 海豚会不会模仿 所以各位去海洋公园看 哇 那东西好可爱 会不会模仿 不得了 语言 我们会讲话 我今天讲中文 那去外国讲英文 有时候讲台语 请问鲸豚会讲话吗 以前曾经有学者 不信邪要教海豚讲话 教海豚讲话 早期有一个John Lilly 那大概也没有时间 黑白影片很有钱 自己一个别墅盖了考大池子 就教海豚讲 1 2 3 4 后来你就看到海豚就 1 2 3 4 教的又像又不像 后来他不成立 那结果后来人家水族盘养的时候 就用别的方式 用keyboard 用另外的声音 就发现到 他的确有语言的这个概念 甚至人工语言 文法主词受词动词 主词直接受词 两个主词放在一起 顺序不一样 他都懂 就你规定好他都记得 下面一个更不得了 工具 最后一个创造 他会创造吗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那我就讲快点 这件事情呢 1950年代起呢 这个圈养越来越发达 未来这个杨老师为了介绍 金屯的圈养 那么也因为人类这个水族盘 一圈养又要训练他 那慢慢这些训练式 就跟金屯接触的很多了 接触很多之后呢 慢慢慢慢 那有些学者就进去一起合作了 他有人就研究瓶皮海豚 这个有人就研究这个学者叫Bastan 他就研究一只female 一只雌性 一只male 雄性 住在两个不同的池子 那么他就训练 classical condition 不是operant conditioning 就是要push paddle 就是要push一个 就像那个老鼠一样 push一个paddle 就给他一个reward 有东西吃 他在一个池子前训练一只 等到训练好了以后 那么半天终于会了 就去另外一个池子 奇怪了 另外一只马上就会了 所以表示他们之间呢 早就在沟通了 他可以传递这个他学习的东西 第二个声音的模仿 模仿呢 就是John Lilly最早年1960年代 他就学没有很成功 那么接下来有另外两个学者 1988年就养了两只雌性 两只幼体 他给他呢 一些玩具物品在池子里面 那么每一个物品一出现呢 就会有一个特别的哨声 譬如一个ball叫push 一个棍叫g这样子 然后呢 再配一个键盘 很大的键盘上面有 按这个键叫push 那个叫g 那常常配对 配对久了之后呢 这个海豚呢 就学会了他想要玩球的时候 他就去按着键盘 告诉饲养员 我要一个球你给我丢来对不对 甚至到后来他会声音都模仿 可以模仿这个声音 好 那么接下来动作 刚刚前面讲的是声音模仿 还有动作的模仿 那么人家水族港里面 养着这个海豚 海豚每天游来游去这么小 真无聊 那你又放了一些鱼 他看到这个轰 知道什么叫轰吗 一个软骨鱼类 再扁扁的 游起来很优雅 然后上面这样飘 到了墙壁那个玻璃壁 就轻轻这样抹一下过去 很优雅的游 你就发现那海豚游一游 动作很快 突然就变了 就走到那旁边 用他的胸臂轻轻这样抹一下 这样抹一下过去 他也会学海豹的游泳 那最有趣的 Dolly是一只小海豚 他就看到这个西方人呢 很喜欢抽雪茄 抽抽抽抽 这边人类讲话 就抽雪茄 然后开始吐那个烟圈一圈一圈 突然那只小海豚看一看 就转身 就去他妈妈那里 就吸了一堆奶 吸到旁边那个 就开始吐那个奶 一圈一圈一圈 所以这都是 这个饲养员发现的事情 模仿Killer Whale 这以前我们讲过 这个他会这样搁浅 这样冲上来要抓海豹 所以这种叫做蓄意搁浅烈食 就Intentional Stranding Hunting 基本上就是成熟的成体 像妈妈带着她的孩子 孩子就青少年Puberty 青少年在旁边看 妈妈就给他冲啊 给他看 他就看 看下一次他自己也冲 有的时候不小心真的搁浅 妈妈要救他 所以这都是这些名词 就是像这种就是在野外有发生的 在实验室里面养殖也非常的多 待会影片里面就可以看到 海豚学人类 你伸只脚跟他讲 拜拜 他也会伸胸脚 拜拜跟你讲 这个很有趣 好那学习能力还有另外 他会有概念 什么叫分类 就是分这次有毒的鲨鱼 这次没毒的鲨鱼 可以分两群 或者报告 你在这个池子里面丢了很多玩具 我们小时候玩一个 弄一个台子 两组你们来比赛 派个代表这个桌子 一个布盖着有好几个玩具 好派个代表各出一个 一线有什么东西看一眼 然后盖起来开始考试 看你记得多少 我不知道你们还玩不玩过这种游戏 海豚也是一样 你在这池子里面有各种玩具 让他回头看一眼就丢的时候 然后就考他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那个 甚至于那些玩具可以考试中间间隔30秒 他也记得 最后的黄色就很重要 语言和创造 我们来看后面 分内我就不多讲了 刚刚已经讲过了 报告 接下来语言 语言它可以用人工的 就是一个随意的 随意这个人为的一个sintax文法呢 来了解和跟你沟通 那也可以用声音 比如说水下放一个声音 也可以用手语做一个知识 待会也有影片就用手语 最有名的研究就是夏威夷大学 Louise Herman非常有名 前几年过世了非常可惜 那么在他的研究是夏威夷呢 他养了四条海豚 早期养了也有被人家偷走的放的 反正一生也是很辛苦 那他就是训练这个鲸豚呢 他就给他有主词 授词 动词 还有形容字 上面下面 左边右边 还有功能字就yes no删除 全世界很多的志工都到这个地方去 你待三个月给你一张证书说 你曾经来这边实习 全部都自费 大家都冲着去 那授词有窗子网子水 Phoenix的Archicamai 就是那两只海豚的名字 所以他们也知道这是Phoenix 这是Achicamai 动词要游过去碰穿过去跳过去 主词就是Achicamai跟Phoenix 还有功能字yes no 还有一个delete 他曾经故意考他题目出的有点错 那海豚居然游游游游到那边delete 这以后老师出题出错就叫delete 好规则 比如说两个字的授词动词window fetch 你就游到那个窗户那边去把你的尾巴碰一下 ok window fetch 三个字加形容词左边的 你要游到左边的游到右边的 五个字更复杂有直接授词间接授词 当你一个放前面放后面意思不一样 他都会 比如说两种文法 所以这更了不起 两种文法就像我们现在学日文韩文 英文中文都不一样 Phoenix 学的是pipe fetch gate 就是要先去碰pipe take the pipe to the gate 把那个管子把它带着游到那个gate那个地方 但是Aki Kamai 学的是channel fish fetch 是先去抓一个fish游到channel 两种不同的文法 哇 这真正复杂 所以他们都会 最后工具使用 像我们知道黑猩猩很聪明 会钓马鱼用工具 还会用石毡去敲那个他要吃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看海豚会吗 有几个例子 第一个海豚叫戴安 他会在水族馆里面去学那个真正的海绵 野生的海绵 学了他以后就到这个窗户那边 因为那个玻璃常常会长海藻 他就看这些工人呢 常常就在那边拿着那边拼命在那边刷那海藻 这样那玻璃才会亮亮的很漂亮 所以有一天发现那只海豚坐在那里 也去咸了一个海绵在那边叉叉叉叉叉叉 那更有趣下面这只叫HAG这只海豚 工人在刮的时候拿一个刮子刮 还弄个吸尘器 一边刮藻一边这样吸 那有一天他不知道尿急还是想起什么事 他就把那个吸尘器 瓜子丢在那里那管子 他就走了爬出去做事 等他回来的时候傻眼 就发现那只海豚什么时候用他两个胸前的 就抱着那个吸尘器 嘴巴咸着那瓜子一边好像有那个样子 OK 还有最后这两只都是FF这两只海豚很皮 在一个水族馆里面很丰富的有各种鱼 他太无聊了就去咸了一只石狗公 石狗公是一种鱼 去刺唇是另外一种鱼 我们来看看 好这就是唇或者慢看到没有 长得一副很邪恶的样子 他就喜欢住在那个礁石里面 都躲在那边头像蛇像长山 都动动动在那边看来看去 然后在海灯看他就不顺眼 游来游去看他就不顺眼要逗逗他 然后就找了一只石狗公 石狗公平常在海底像这个样像石头 眼睛一睁开你才发现他原来是活的 他的背景一旦竖起来 通常都有毒的 OK 有点毒性 他平常是这个样子 你踩到他的时候万一他一竖起来 你的脚就开始很不舒服了 OK 那么他就去咸了一个这种鱼 游到那洞口看到那个唇 人探头的自己给他刺下去对不对 你会觉得他很坏 所有聪明的动物很无聊的时候 所以人类要是太无聊也是很可怕的 好 创造真的会吗 我大概30年前我去夏威夷访问 那时候刚开始教这门课 就常常去拜见大师 去的时候那天又上课了 告诉各位一件事 海豚要上课跟我们一样 早上两节下午两节 我前面先跟教授在他的办公室讲讲 上课时间到了以后 两个大池子 然后海豚要集合 每个池边那些volunteer呢 就拿起一个牌子 每个名字不一样 一局牌 海豚就要定位 集合向上课做好 请问你 如果他海豚不喜欢训练 不喜欢上课 他会怎么样 不了理你了 就像各位上课 你们都迟到 都给我坐后面 我就知道我回去面壁思过 对不对 结果那一天呢 当那牌子一局起来的时候 哇 那个水面就这样翻着一样 海豚又全部起了 好感动喔 海豚就很期待啊 所以水族馆很多的环保人士 就攻击说 这个很不人道 当然第一个 我们不应该把牠野外抓过来 但是一旦抓进来之后 你是要把牠养在那里 让牠天天就这样无聊 就是好像住在五星级饭店 有吃的 有喝的什么 可是每天没事干 你说牠快乐吗 对聪明的动物 就要特别注意 除了吃啊 住啊这些 还要牠的mental里面 要有一些刺激 要有一些满足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感动 然后那次我去 好 等到牠就定位好了以后 那天教授给的指令是什么呢 叫做create 我差点昏倒 我以前念博士的时候就学 我的主修是animal learning 我从来没听过说 动物也会create吗 你要会create 首先你的记忆力要很好 你过去做过什么都要记得 第二个你要重组 或者是创新 所以我们人类现在常常讲创新创新 什么文创事业都喊得下下叫 在动物里面很少有能做这件事情的 OK 所以说待会影片也有这create这件事 最后结尾介绍一个例子 我也讲了很多遍 就是这有一个水族馆 这个训练师叫Jim Mullen OK 他呢 这个欧洲的这个水族馆的水池都是开放的 经常有这个风一吹啊 垃圾就吹了满地都是啊 然后工作人员就要拿着很长很重的杆子 下面有网子就走过去捞这些垃圾 捞了捞了捞久了好累喔 如果你想偷懒 你可以干嘛 干嘛自己去捡 叫谁去捡 训练海豚去捡垃圾 果然他就训练了 就拿着鱼在池边一站拿着水桶 逼一吹 手势一打 海豚你捡一个垃圾来我给你换一条鱼池 一下就消灰了 结果隔了一阵常常这样做了有一天 又去捡垃圾啊 在五只海豚里面 为什么老是就抹一只啊 还叫Mr.Spark 那个星际站站星航那个 有个主角叫做耳朵尖尖的 都是Mr.Spark过来换动一次 他觉得奇怪 就叫助手你继续 他就潜下去看去追踪 就发现Mr.Spark 早就把所有垃圾全部捡好了 藏在一个漂浮洞里面 很贼啊 请问你他的脑袋是不是他可以理解这个东西的价值 再理解他故意接着全部弄起来 这是我的 把它弄起来 OK 所以这就是给各位分享 很可惜的这些研究 我们做科学的证据是要重复 就像说我们最近打那个Covid-19的这个vaccine 也要到底有没有笑啊 要打了一万个人啊 多少人怎么样怎么样 要一直重复重复看他几率多少 再请问各位 这种研究能不能做这一上千次或十次 十个水族管每个配合你啊 不可能 都是每一个水族管 我这只动物养的时候我发生这个事 你那个养了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都是处在Anecdote OK 意识记录就是你有这个记录 我有那个记录 那因为经费啊 养一只海豚很难的 除了水池每天的电费 搞不好一个月就上好多万 他每天吃饭不是吃饭 是吃海鲜 一天的餐费一只平米海豚就要两三千块 那还有要身体检查 养兽医的药钱都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这些穷的学者实在是养不起 我从以前毕业刚开始跳进海豚 就想要最大心愿就要研究海豚的行为 到现在我要退休了 还没有机会研究 希望在座的同学有人有兴趣 你有这个福气呢 有一天能够进入水族馆或哪里呢 或者在海上能够研究他真正的行为 所以研究Chimpanzi 或以前我研究老鼠 松鼠 还是容易的太多了 因为你可以看着他追着他 但是金屯在海里面是很难 所以人类所知还是蛮贫乏的 所以最后就结语到这儿 也许可把这件事情的 不过不过是一个心 роль不过 现在的这儿 在海外的讲庁